在本週末以前 美國將有48個州逐步恢復經濟活動 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州將從本週末開始 在部分地區分階段解封 建築、製造、零售等行業可首先開放 而愛克華州週三宣布 從週五開始 全州99個縣將全面進入解封第三階段 餐館、健身房和理髮店等可重新開放 隨著歐盟國家全面進入漸進解封階段 歐盟週三開始鼓勵各國重新開放邊境 在努力保障人員安全的同時 逐步恢復歐盟內部的人口自由流動 試圖挽救部分夏季旅遊業的損失 同一天 德國宣布將從週六開始 解除與法國、瑞士和奧地利達成的邊境管制規定 但與意大利的邊境將暫緩開放 奧地利當天也表示將在一個月內全面開放與德國的邊境 與瑞士和感染率較低的東歐鄰國的邊境也逐步開放 從週三開始 英國的部分行業開始恢復經濟活動 房地產市場解封當天 英國最大的房產仲介公司的網站 訪問量激增45% 僅5個小時就有2000多個房源掛牌出售 自週一解封以來 法國巴黎的街頭已然恢復生機 工廠和零售等行業重新開放 學校也分階段恢復上課 但劇院、餐館等人員密集的場所 將繼續關閉至6月份 印度政府週三宣布將向小企業和電力企業 提供近600億美元的貸款擔保 這也是總理莫迪週二宣布的 2660億美元援助計畫的一部分 印度已從本週開始逐步放鬆封鎖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